港人反送中,争取民主的运动仍在持续进行,香港局势日趋紧张,外界正在讨论中共是否动用驻港部队之际,习近平等中共高层在北京会见了退役军人代表,这立即引发外界关注。 大陆退伍老兵过去几年来曾不断维权,令中共当局不安。 7月26日,中共政治局常委习近平、李克强、王沪宁在北京会见了全国退役军人工作会议全体代表,并与代表们合营。 主管中共退役军人事务部的副总理孙春兰,在讲话中宣称要做好退役军人的就业安置,要他们为中共所谓的社会稳定做出贡献。 中办主任丁薛祥,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霞,中共公安部部长赵克志,中组部部长程熙等人参加了会见。 时政评论员实时认为,在港人反送中,争取香港特首、议员双普选的关键时刻,中共高层会见了退伍军人代表,并召开退伍军人全体会议,维稳意图明显。 港人持续反送中,令中共四面楚歌。 在中共政府支持下,港府提出的修订逃犯条例,也称,送中条例,送中恶法,令港人人人人自威。 如果修订通过,港人或在港居民人人都有可能因不当言论等原因,而被送到大陆受审,因此修订工作遭到港人前所未有的反抗。 自6月以来,港人的反送中游行和集会每周都有,人数从数万、数十万到逾百万不等,其中6月9日、6月16日的游行人数分别高达103万、200万,创港人游行人数之最。 7月21日43万人的反送中游行,示威活动当天,示威者在元朗遭到身穿白色衣服的黑社会团伙持棍棒袭击,有余45人受伤。 该事件震惊全球,受到全球的谴责。 多方消息表示,市中联办官员发动了黑社会袭击示威者的动员令。 图位7.21反送中大游行后,以中共出动黑社会在元朗攻击示威者,致至少45人受伤。 视频截图合成。 7月24日,中共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暗示,中共驻港部队可能介入反送中运动,协助港府维持治安。 当天,美国众议员吉姆迈克·高文,Rubb。 3.21反送中大游行后,以马克·卢比奥滩议员,Senator Marco Rubio,发表联合声明,敦促白宫强烈谴责中共企图用驻港部队威胁港人的做法。 他们指出,中共驻港部队干预威胁香港是不可接受的,且会使当地紧张局势升级,面对暴力升级,无论是有组织犯罪的暴徒还是军队,都只会进一步破坏香港的自治和法治。 美国政府应该与香港和平推进民主原则和法治的人站在一起。 面对中共可能武力介入香港事务的问题,美国国务卿蓬佩奥7月25日对美媒表示,希望中方保持克制,做正确的事。 美国总统川普7月22日也曾表示,希望习近平能做正确的事情。 美国部分参议员还推出美国《香港政策重估法》,OPS,Hot Core Policy Revaluation Act for 2019,草案,要求美国政府重新评估给予香港的独立关税区的待遇。 而欧洲议会7月18日通过决议案,要求港府撤回修例,并强烈谴责中共不断加剧对香港内政的干涉等。 至于说英国方面,英国外交大臣亨特、Jeremy Hunt,曾多次警告中共,如果违反保护香港自由的中英联合声明,将会产生严重后果。 中英两国之间,为港人的反送中运动不断爆发唇枪舌战,英国曾为此召见中共驻英国大使刘晓明,指责他的言论不能接受和失实。 时政评论员实时认为,中共目前动用驻港部队镇压示威者的概率不是很高,因为这样做,中共将付出沉重代价,包括会毁了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,毁了香港。 而香港党作为中共与国际社会沟通与接触的桥头保作用,同时,中共也将会受到美国、英国及欧盟的制裁等。 会剑退伍老兵代表,意在维稳。 但实时认为,不排除今后随着局势不断恶化,中共会出动驻港部队镇压示威者的可能性 他说,中共高层现在会见退伍军人代表,召开退伍军人全体会议,意在安抚退伍军人这个庞大群体 如果退伍军人再起来反抗,中共就会处于父辈受敌境地 近几年,随着中国经济不断恶化,退伍军人的待遇也受到严重影响,全国各地的退伍军人维权的事件此起彼伏 尤其是去年,退伍老兵先后在江苏镇江、河南洛河、郑州、山东平渡、四川中江、河北石家庄、邢台、山西太原、湖南长沙、内蒙古等地爆发维权运动 其中,江苏镇江、河南洛河、四川中江这三次老兵维权规模比较大 四川退伍军人转业官员张先生此前向大纪元记者表示,中江有好几千人,正将前前后后接近一万人 而退伍老兵维权事件中规模最大的是2016年10月爆发的维权事件 当时成千上万的老兵包围了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大楼,令中共当局震惊 为此,中共当局2018年4月专门成立了所谓的退伍军人事务部 但该部门成立后不久,大陆各地就爆发了 包括江苏镇江、山东平渡在内的多起老兵维权事件 据悉,目前大陆有5700万退役军人,面对数目巨大的退伍军人的待遇问题 中共当局虽然口头上宣称改善退伍军人待遇,但责任推给地方 而地方才正紧张,无力或不愿承担,致使老兵维权事件此起彼伏 由于退伍老兵人数众多,受过正规训练,而且与现役军人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所以中共镇压老兵维权事件时,都是动用国安和武警部队,没有动用军队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曾表示,中共政府打压群体事件,最后的武器就是动用军队 但用现役军人去打退役军人,用新兵打老兵,这当中的风险可想而知 吴平说,老兵维权世界此起彼伏,令中共当局十分为难 若不打压,就怕其他群体效仿,受到老兵群体鼓舞也起来反抗 若要镇压,那用新兵打老兵,政治风险太大 尤其近年来军心本来就不稳,上层权力斗争又日益激化 这种情况下进行强力镇压,可能会酿成重大事件,这是当局很担心的事 这种情况下进行强力,这种情况下进行强力